美食的美味在于美,在于味,食客们的味蕾承载了一道道关于美食的味觉记忆,而盘子则让一道道美食的具象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,所有的饮食文化中都离不开盘子的影子。 而在中国东北,好吃又豪爽的东北人为了能够面对美食大快朵蹄,更是衍生出了甩大盘子一词。 今天,美食侦探江南就将带我们去甩一个不同凡响的大盘子。 东北人经常管吃叫啥呢?叫甩大盘子。 没错,今天江南江小胖就带大家去甩大盘子。 这大盘子到底有多大呢? 要来呀? 我吃了。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江南江小胖如此惊讶呢? 这里是沈城老泽号饭店明湖春。 在历经近百年的沧桑变化中,如今的老店竟玩出了新发芽。 一个巨大的青花瓷牌里,摆满全国各地的独有味道,绝对让你的舌尖应接不暇,也总会有一种味道专属于你。 青花瓷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。 而产于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,又被人们称为人间瑰宝,它蓝白相应,宜然长趣。 而这里不仅以惊讶的青花,风托食材的像与味,更汇聚了各地的美味于一处。 而这样的品味方式的确玩出了一种另类。 色重120斤青花瓷牌,再加上这一盘子的美味加盟,重量已经达到150、60斤了。 就这造型的,每个四个壮实的小伙子抬着,还真是上不了台面。 满汉全席,满汉全席,这就是地地道道的,咱们自己的,小满汉全席,对不对? 辽菜,月菜,卤菜,灰菜,海鲜卤味,甚至甜点水果,一个大盘子就全部搞定。 它的创意者孟志尚为它取名,群鹰蕉翠天下菜。 而这道群鹰蕉翠当中,有一种味道却是孟志尚寻找已景的。 这是肥烧鹅,这是我们广东的黑棕鹅。 黑棕鹅还是黑棕鹅? 黑棕鹅是吧? 这必须得烧鹅是广东的正宗的这个黑棕鹅。 黑棕鹅产自清远,是广东烧鹅的指定品种。 烧鹅选用的都是90天的成熟。 废料时在白棕鹅体内均匀涂抹少量盐和密制鹅酱,然后长针风度。 这风度可是个技术,全凭一根长针穿过肉皮,穿不好就没法打气。 打气后,经沸水滚烫,冷却,涂脆皮水,风干,高温烤制等多个步骤,就可以端上桌。 精致的美食再配以惊讶的青花瓷盘,这是创意者对于食物做出的属于他自己最好的理解与诚意。 玩出一种心意,是这家百年老店在当下里的生机,不断地赋予老字号一笔新生。 这也许正是其历久迷心,生生不息的分明元所在。 无论是年轻有创意的金老板,或是安于内心赋予食物故事意味的王吉林, 再或是热情豪放具有地道东北人气质的老张, 还有将精致的瓷器化作食物最好嫁衣的梦志上。 他们对于食物的行与味的追求, 其实就是他们对待人生,对待生活的一种属于自己的态度。 感谢观看!